你好,我是莉莉,今天是2023年的5月8号,今天跟大家聊一聊,之前全国嘲笑东北人,但现在却全国加速东北化,这几年网络上有个经久不衰的话题,就是嘲笑东北,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,说的是东北投资环境非常不好,继而嘲笑东北人,懒惰不进取,热衷体制, 然而在资博烧烤,火遍网络,年轻人热衷直播,美墨边境,大打的偷渡的国人被抓之后,大家发现整个强国都在东北化,看看网上的这个段子,活脱脱的描述了这种现象,先是嘲笑东北人懒,躺平,现在大伙都要躺平了,然后嘲笑东北人热衷体制,不愿意创业,现在大伙都考工,都不敢创业了, 再是嘲笑东北人,生育率低,现在大伙都不敢生了,连婚都快结不起了,后来嘲笑东北,轻工业直播,重工业烧烤,现在哪里都是直播,哪里都是烧烤,一句话总结,东北哪里落后了,东北是先行者,这个段子说的是不是事实,很悲哀吧, 其实这个段子还没说完,还有养老金穿仓呢,黑龙江养老金在2016年就穿仓了,养老金的压力也是东北率先赶支,但由于之前长三角,珠三角发展的还不错,还有给东北转移支付的钱,因此东北人还是能领到养老金的,等到全国的养老金的节鱼清零, 那全国那么多人的养老金从哪来,之前的经济大省山东,据网友说,梅芳的高密就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公务员工资了,倾倒自己下边的一些趋势,也是在破产边缘,债务超级超级多,所以不只是养老金,就是现在公务员的工资,很多贫穷的县市都已经在拖欠了,东北的人口结构变化,领先全国约十年, 东北三省人口在2010年就除顶了,此后持续下降,全国官方数据则是2021年,实际是2018年左右除顶,人口开始负增长,人口结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,所以东北经历过的很多变化,全国也会慢慢产生,近几年愈发明显,还有之前很多人都在说, 无论哪哪都能听到东北的口音,意思就是东北没落后,东北人为了讨生活,只能乱到全国,甚至全世界去讨生活,现在乱的呢,可不只是东北人吧,哪只乱到欧美,连越南,马来西亚都大把的中国人去, 在日治时代和张作霖的时代,即使中共建政后,东北都是响当当的存在,辽宁被称为辽老大,东北凭借肥沃的土地,各种煤炭,钢铁资源和产业集群,东北成为当年那个年代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, 由于有黑土地,粮食产量,东亚第一,当时东北还建立起了以钢铁,机车,汽车,飞机等的工业集群,成为名副其实的重工业集地,当时那里铁路里程7000多公里,让其他地方望尘莫及,是继上海之外又一个金融重镇, 当时哈尔滨被誉为东方巴黎,辉煌场景不需赘述,但是由于中共特有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,东北的工业是学前苏联学的最好的,但就像前苏联一样,计划经济不适应之后的经济发展形式,前苏联解体,东北也没落了,只留下烧烤重工业,直播清工业,然后一堆领着高额退休金的广场五大妈, 然后没背景,没资源的东北年轻人,只能远走他乡,之前祖辈闯关东,凭着冒险精神和实干精神,在东北创出了一番天地,在东北安家落户,但是20年前,这些闯关东的后代又回到了关内, 东北没落的原因,这些年有各种各样的解读,但是在这个原因还没完全搞清楚之前,其他地区就走上了东北这条路, 所有人热衷于禁编制,有点门路和实力的也都在乱,没能力的开始躺平,政府都想尽办法把本地区弄成个烧烤之都,只为了能让当地的消费起来, 所以这也就说明之前东北的没落,不是东北人好吃懒做的问题,也不全是东北官场文化的问题, 而是特定历史时期,东北发展壮大了,之后形势发生变化,然后东北没落了,就像整个强国,由于加入WTO,资金技术市场涌入中国,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, 当年东北的经济那么耀眼,也是因为日本的资金技术大量投资东北,然后关内的人看到东北有就业机会就能赚大钱, 所以大量涌进东北和改开后,珠三角长三角吸引全国人是一样的, 但这几年由于中共自己的作死和世界形势的变化,产业链在不断撤离强国,现在还在加速,于是整个强国就业岗位大幅减少,经济萎靡, 然后就全国都在走东北人之前走的那条路,所以就不要嘲笑东北了,因为这些都是东北十年来一步步走出来的路, 以后大家都要走一遍的,珠三角,长三角在产业链撤离,外需减少,订单下滑之后, 之前看着烈火烹油寺的广东,上海,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也会逐渐变成东北, 所以东北根本不是中国的过去,而是中国经济的未来。 真的啊,人家高燕啊,见人都说,他说自从郭文贵报了我以后, 他说,他叫老王啊,全部都是叫有个小号的,全都叫山西面,山西面就是他, 所有那时候我们找的代号也叫山西面,都是给了个代号, 然后也称了一个就海南哥,海南哥也是说了其身, 他说过去跟他还发皮疑,从此再不发皮疑了, 为啥你知道吗? 咸阳,你为啥?王岐山是怕高燕燕翻脸,做秤把王岐山毁了, 高燕燕理解成对他的爱了,他到处显摆, 又给我朋友跟我说,他说,哎,高燕燕幸福的不得了, 他说现在成天倒是,天天就贴膜啊, 他说现在整的老老白盛了,现在, 高燕燕几乎控制了王岐山的50%以上财产, 王岐山控制中国最起码20%以上财产, 账号就将近12个亿, 这哥们儿是弄了一个银行, 他把这银行几个人几乎全部底都给摸完了, 他就威胁他了,你就是听我的吧, 他就整一堆的假护照,假名字, 开了一堆的账就收钱, 但是这小子你说最夸张的, 最大的财产是什么, 你们知道吗? 共产党一直找不到,后来找到了, 你说是什么,知道吗? 比特币, 这次就谁帮他干的,你知道吗? 就是火币的李林, 火币的李林是跟他非常关系, 李林就全部都关系, 他的其中一个女行人就是北京网监处, 公安局网监处大了去了权利, 网监处到什么权利, 1994年的时候, 那时候还有那个子母鸡的时候, 北京公安局的网监处, 那个时候那叫那个监听处, 都已经在听那些大使馆里用那些电话, 那北京网监处和上海网监处, 就是这个监听处, 权利巨大的, 监听处, 现在就网监了, 就是李林的小兔崽了, 你知道这个网监处的处长, 帮助傅政华处理跟李林, 比特币, 这共产党疯了, 你知道这个世界, 就咱们老百姓, 你根本想象, 中国老百姓几个值得叫比特币的, 就更不要说火币了, 这哪是中国老百姓玩的玩意啊, 但是傅政华这次数额震撼了所有共产党, 就那些老杂毛也探钱, 但没想到傅政华探这么多钱, 你知道傅政华过千亿的时候, 听说习近平整个人都懵了, 好,今天节目就到这了, 拜拜。